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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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指尖黏了眉头的双花 斜沧桑 未报思念的马 斜面唱情话 投射了天涯 带我去潇潇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 写下路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 长素在卧榻 写风沙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至少听过 你说的喜欢 神情只好牵探 黄聪告辞 黄室告辞 黄室委 请问你家王爷 何时会从烈火山庄回来 何时会从烈火山庄回来 就这两日 当真 封姑娘是不相信 我的办事能力 一定要等王爷回来 才安心吗 不是的 我是想 当面向王爷道谢 这陈年旧案 又牵涉到朝中 位高玄重的靖阳王 和景县王 这王爷 还能仅凭我的一面之词 就让皇侍卫查案 我 封姑娘无须都向我解释 王爷回来后 你应该能有机会见到他 告辞 皇侍卫 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 昨日重阳 我见你没来 我就留了一些 想让你尝尝 多谢 请问你们前来何事 我们来接玉少爷 行 王爷 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吗 徒儿只是希望 师父能明哲保身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要是有什么需要 就随时来信吧 徒儿双腿有急 不能行跪拜之礼 就此拜谢师父 多年养育 教导之恩 你我师徒无须多礼 师父可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你觉得歌儿 适合做庄主吗 如歌现在 并不适合做庄主 那倘若 为师有一日 将这烈火山庄庄主之位 传给歌儿呢 那我会竭尽所能 帮他 你们在这儿等我 是 玉师兄 你要走了 父皇病重 传我回宫 你 师兄这一走 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吧 无论发生什么 你只要记得 有件事不会变 我永远是你的玉师兄 有什么事情 你要记得说出来 不要憋在心里 有些话 他如果实在说不出口 还有笔 记得要写出来 你有那么多哥哥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往自己身上来 你不要总是笑 你答应我呀 好 有说 玉师兄 你看 这是我求爹 为我买来的 你看着这玉风铃 就会看到风的声音 连风铃都要拿走了 看来师兄不会回来了 会想我吗 会 如果师兄不回来烈火山庄 那我就去洛阳找你 好 戈儿 你和大师兄 师兄放心 既然我在那么多人面前 和战风都已经说过了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知道 那师兄 为何要做出一副 预言幼稚的样子 你 颖学此人虽神秘 不过既然是师父的顾教 师父信他 你可信他 来了 í 隆 我们 必定 你 要 你 有 我们 和夫人 是 王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师兄 路上小心 哥儿 我说的千万要记住 出发 是 是 烈火山庄看似平静如水 实则内敛暗潮汹涌 哥儿 万事小心 封姑娘 有位贵客来找你 这么早 怎么会有客人来 看起来像是朝中之人 位高权重的样子 快 快去帮我准备一些 上好的茶水跟糕点 好 封妹妹 你这是要破例 接待朝中人了吗 你 你是 封姑娘 还记得本王吗 静 静县王 好 这件事情 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吧 对了 你通知一下中离无类 让他来见我一趟 是 爹 你找我什么事 封儿 你去吧 哥儿 随地来 好 我用招呼提了 您的男人 还在这下邓队 你把他带的珊女 也把我带的大同学 你哪些 一样 你又哪一样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看 我干的 这烈火山庄的烈火令 就是爹给你的生辰贺礼 爹 这个 拿着 这个我不能要 难道你也要 让爹生气吗 爹 我从未查手过庄内的事情 无论是战风 姬师兄 还是一大总管 他们都比我要合适 您不能这样意气用事啊 你们哪 小姐 你该高兴啊 我一点都不想做庄主 为什么不想 你才是庄主的亲生女儿 不能因为我和战风的事情 爹就这么草率 烈火山庄又不是普通的地方 是天下第一大壮 数万个弟子 我不能让爹 做这么冲动的决定 这悬兵斩还请王爷拿去献给皇上 大胆 你竟敢让本王毒害父皇 不 王爷在献斩的时候 一定要对症下药 要让皇上觉得此斩 对于靖渊王的伤势最有好处 以皇上对靖渊王的喜爱 一定会把这个斩赐给他的 之后的事情 就不用王爷再费心了 可事成之后 这个物件可就是物证了 这就是悬兵斩的奇妙之处 一旦玉子函中咒 这斩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玉斩 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这物证是没了 可还有你这个仁证啊 王爷放心 仁证一定会守口如平的 是吧 王爷 景先王从品花楼 想要带走枫姑娘 后来 听说是枫姑娘一羽行刺她 被当场斩杀 这个理由很光明谈谎 我猜 应该是她知道王爷 领了陛下的旨意 要回来代理朝政 所以 特地送来的贺礼 此案 查下去 你们看 我现在切菜这首页 完全就可以去酒楼 打下手了 小姐 你这两日整日在厨房 央求师父们教你厨艺 现在又给我们看这些 打得什么鬼如意 爹一 这你就不懂小姐了吧 小姐如今这般厨艺 如果出庄出行的话 简直都可以养活自己了吧 好了 练得也差不多了 新衣你就爱开玩笑 希望如此 小姐 你又准备离开山庄 小姐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敢不告而别 你就再也别回来了 小姐 我们也是担心你 放心吧 就算我要走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那你真的要走吗 小姐 爹 只要你想清楚 只要你觉得开心 我们都支持你 乱说什么 我要去跟我爹喝茶了 好 我先过去了 女儿的茶艺啊大有长进 玉儿这一走 住院没有了真正的主人 反倒成了我这个老家伙 喝茶会客的休闲地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爹就很喜欢和玉师兄 坐在这里饮茶兑饮 日后就很难喽 爹若是想见玉师兄的话 那我们就去洛阳见他 他回到洛阳以后 那就是七皇子敬冤王 爹要去见他 也要下跪行礼的 玉师兄才不会让爹下跪呢 好 爹 你不责骂女儿吗 你是爹的骄傲 为什么要责骂呀 我不要烈火令 爹能够理解你 爹希望有朝一日 你也能够理解爹 你也能够理解爹 不可以吗 不可以 那你告诉爹 为何想离开山庄 没有人可以被人保护一辈子 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学会生存 不可以 还有呢 我在庄里不快乐 还有呢 我不想因为战师兄的事情 让爹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让爹看看战锋他真正的能力 告诉爹 你不恨他 不恨 但是怨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适合做下一任庄主 就算你不肯接受爹的安排 那也没有必要离开呀 江湖比你想得复杂 可是作为列明镜的女儿 如果连江湖都没有闯过 那也太不像话了 不可以 爹 好了 这事情先放一放吧 爹 住院已经锁了 难道你忍心让爹看着 那没愿意 在你锁上吗 爹您喝茶 回来了 你找我 不 我来帮你 帮我 帮你离开烈火山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什么都知道 骗人 我才不信你呢 你上次就骗我 我还没向你讨回来呢 这次一定帮你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带上我一起走 好吧 只要你能说服我爹让我走 我就带你一起离开烈火山庄 一言为定 你等我 去找你 快去看烈火山庄 Chin 你快去看烈火山庄 公子 列庄主不必如此客气 请 我是怕泄露了公子的身份 所以始终未敢踏足李愿 恐怕不是怕泄露我的身份吧 而是反悔了 十九年前答应我的事 如今你不乐意去做了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公子请说 十九年之后 我会回来找你 带走的 公子对烈火山庄的大恩 列明镜莫尺不忘 又怎会养儿无信呢 那好 我这就带走戈儿 戈儿 他不是 不是一个任人百步的孩子 哪怕是我 也无法说服 他能跟你走 这我自有办法 暗夜罗即将出关 届时 必定报复烈火山庄 乃至天下武林 若不想戈儿受牵连 我就必须带走他 上飘渺避世 这也是为了保护他 好 那我就把戈儿 交给公子了 盈雪 我爹真答应我走了 真能看见你 心安了 你就留在洛阳帮朕吧 是 这是你三哥给朕的悬兵斩 你拿去吧 此斩可是圣武啊 他能调整阴阳 补偏旧臂 严年益寿 可他对于朕的这种急症无用 你自有体弱 更适合用他 七弟啊 这可是本王千金求来 送进宫给父皇的 父皇却命人收好 一直没有用 没想到啊 竟然是留给你的 谢父皇 好 谢三哥 不用谢我 这是父皇的赏赐 朕此次能缓过来 多亏了你二哥 请来的神医啊 我跟那神医在闲聊的时候 提及你自幼双耳失聪 没想到那神医居然说 他师兄治愈过此类的完症 我便将那神医留在了宫里 想让你也试一试 试试吧 就当是 抚慰为父的一片苦心了 儿臣遵旨 好 传神医 是 是 传 明父夜娘叩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好 有劳了 稍后 你随敬冤王回王府 是 王爷 七弟 你放心 这是我的人 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地 帮你医治而机 谢二哥 你 我来 你 啊 我把我给你帮我 看着你 此外 你也要抓到我 你也要抓换你了 你还要抓换你了 还要抓换你了 哪儿 我先迟到你了 你的靖渊王 不要再查我 否则就不止死 那么一个青楼女人 和七弟说什么俏俏话呢 竟不让我这个二哥听见 我和他说 回去的路上 一定要当心 你呀 难得听你说一回正经话 走 走 停车 快点 把人给我找出来 快点 把东西扔出来 琼姑娘 风吸气房间走水了 你太人在里面吗 我们不知道怎么在里面 怎么办啊 还有谁在里面吗 不知道啊 王爷 天花楼走水了 是风吸气的房间 好好做你的靖渊王 不要再查我 否则 就不止死那么一个青楼女人了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雪皇 来 此案先放下 告诉品花楼的人 风姑娘和一位老伤姑走了 不会再回来 可之前不是说要查下去吗 元凶身份特殊 还需从长计议 岂不得 书下明白 快 爹 牛儿走了 等等 记住 你是他的主人 我不能要 拿着他 这是爹最后的请求了 你记着 别把他当信 是救命福 爹不在你身边 危急的时候 他可以保你的性命 那我下次回来的时候 再还给爹 薛姨 我不在的时候 照顾好我爹 是 女儿走了 去吧 走吧 爹 爹 爹 你先回去吧 爹 爹 你先回去吧 小姐 路上注意安全 你也先回品化楼吧 弟子遵命 我们去哪儿 天大地大 你想去哪儿 我便陪你到哪儿 请 公子 儒哥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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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烈霞 我们去哪儿 暗夜罗此人的性情 你最清楚 暗和宫与烈火山庄 这笔账 终究是有一天要解决 烈庄主 保重 友谊 今晚会有期 到哪儿 啊 天下 那儿 你会有期 帮我做的事 你会有期 我能打算 你会有期 我去哪儿 你会有期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会有期 我去哪儿 我既然受陛下所托 就会替王爷诊病 不可能 请回吧 你问你们的王爷了吗 就这么拒绝我 王爷应该已经知道 我命人追杀公子雪 已经三年多了 难道你不好奇 是为了什么吗 说 关于他 王爷可以问我两个问题 但作为交换 王爷 要让我替你诊病 你为何执意要替本王诊病 因为王爷是陛下 最宠信的皇子 我若织好你的耳机 就等于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不认我 于我 于你 于霹霊门 都是好事 所以王爷这病 我是医定了 王爷若不信我的话 府内的赤张 是江湖上昔日的医仙 我可以把针灸交给他 让他替王爷诊病 好 本王答应你 王爷 请问 你为何要追杀银雪 因为他害了我的家人 银雪 究竟是什么人 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是一个 活了一百多年的怪物 王爷 江湖上的人身份无处查证 这样尝试太危险了 王爷 再说了 我看这个女人一身邪气 她的话也不可全信啊 王爷怎么了 我想试试 王爷 让本王试试 王丛 在 你回烈火山庄 将燕娘这番话 如实禀报给老庄主 问问她的意思 我想她老人家 应该对公子雪此人 十分了解 是 我的健身侍卫中 只有你一个是女儿身 你可愿留在哥儿身边 护她周全 属下万死不辞 你一路跟着我 有完没完 你一路跟着我 本少爷就喜欢唱反调 你不让我追你 我非要追你 再说了 这平安镇你能来 我也能来 你事可而止 前面就是五刀城了 五刀城怎么了 你以为我怕你两个哥哥呀 你 不怕死 你担心我呀 三小姐 属下奉命 恭迎三小姐回城 谁要你们来的 是少主 雷少爷 多谢你送我到这儿 请留步 刀猎祥告辞 好说 刀小姐慢走 走 走 雷少爷 我们家少主 让我给您带句话 天下五刀城 和江南霹雳门 是两条道上的路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请雷少爷 早日回你的江南 不要再缠着我们家小姐 好大的口气啊 吓唬本少爷 不敢 雷少爷 告辞 少爷 少爷 回江南吗 不急 我们在这儿多住几日 这儿离无刀城进 再探探他们的敌遇 是 是 撤 糟糕 忘记带火折磋了 那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 功夫不错 我的烈火拳 就只能做这种小事了 不错 看来 该去找些吃的了 对了 薰衣给我带了些干粮 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 再吃 那我们现在吃什么呀 看能打到什么吃什么了 我 王公 你没想到 你小姐 到底是谁 是谁 是谁 不是 是谁 好功 好功 喜欢吗 喜欢的话 我教你怎么做 我们俩练的内功会相克 我学不了 我知道 我能教会你 但也不影响你的内功相克 愿意吗 好啊 你亲我一下我就教你 好 允许 允许 喜欢的话 回头我教你 好 王爷 这可是寻兵斩 是 这是个好东西 善家利用的话 对身体调理极有好处 对身体调理极 对身体调理极 决定 我们可以做好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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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风铃的声音吗 恭喜王爷 恭喜王爷 多谢你 王爷无须多谢 你我各取所需 只要霹雳们不为祸百姓 本王可保他百年太平 谢王爷 为何本王方才猛然听到那风铃声之后 现在又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好 王爷请放心 只要按这个方法诊治的话 不出三日 王爷便可以听到这世上所有的声音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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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